等一下 人家常说要练出一副健美的身材 三分靠运动 七分靠饮食 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我的运动量很大 却也练不出像张家卫那种很干有鲨鱼腺的身体 这是因为我个人从来对饮食没有照顾没有节制 人家就在有一天我心血来潮 想要take hay some corn 那今天我想要尝试一下 如果30天里面我不吃淀粉 就是不吃饭 不吃面包 不吃面条之类的食物 只是吃肉和蔬菜 然后看一下我的身体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在这30天里面我有很多东西是不可以吃的 例如 简单来说我们吃的淀粉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碳水化合物 有如饭 面 面包 在这里我会用寿司来做代表 这些淀粉在我们人体消化后会被分解为糖 那如果我们的身体有多余的糖分就会化成脂肪 有了脂肪过后就会覆盖这些范围就很难看到我们所谓的鲨鱼腺 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解脂 那近来有一种饮食法叫做keto diet 就是尽量少摄取碳水化合物 多吃蛋白质和蔬菜 让我们的身体在没有糖分作为燃料的情况之下 转烧脂肪 然后我发现keto diet不只是烧脂肪 也很烧钱 试想一下我们亚洲人如果不吃饭 面和面包的话 食物选择是会大大减少 那为此我决定接下来的30天菜单就是吃鸡胸 西兰菜还有红萝卜 因为这些食物相对来说是比较便宜 阿罗伯,你现在要怎么买的? 1kg 什么? 不,我会刮啊 这一份没刮的啊 那买完鸡肉呢 我们现在要去买一些调味料 就是油啊,盐啊之类的 还记得我第一天下午煮菜准备食物的样子 无可否认我还真的是手忙脚乱 煮一餐饭需要耗时很久的时间 那我打算在接下来的日子 我早上起来一天直接煮完三餐 早餐,午餐,晚餐,吃过,煮完它 一旦给我培养这个习惯过 我觉得应该会很快的 就我原本想要煎这些鸡肉 可是我好像是水放太多 就变成这样的模样 有点像狗粮 今天是第二天 昨晚我就有跟小胖哥说了这个想法 Guess what? 他也是要想要参与的 硬硬要好啊 所以我们还ok 因为我们只是第二天啊 然后可以看到30天的效果 好 看一下 这个是狗吃而已 马人先讲好 不是我开始煮 是他开始现在好不好 顿时觉得后悔了 为什么我要选择一项这么难的内容来做 因为身为一个影片创作者啊 我们花的时间金钱呢 要和我们的收视率成一个很好的对比 这样才能够很健康的持续的做下去 可是这一项实验 确实是我很想尝试很久了 就因为想太多啊 迟迟不能够开始 那就在有一天的时候 我就啊 不管了 硬着头皮 死都要把它完成 那就开始第一天 不管有什么组织呢 就不要再推三推四了 就不要再推三推四了 就是好像提不起劲 然后嘴巴很淡 就是看到一些饼干的话很想要吃 可是我还是拼命的压抑着 那接下来的日子我还是餐餐一样 偶尔没有时间煮的话就到外面吃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 没有一天是我不想吃淀粉的 至于做运动方面 我就觉得并没有什么异样 还是有什么进步 只是有一次可能那时候 我的身体还不习惯 我一刚吃饱就去打篮球 我现在一直在冒冷汗 因为刚刚我本来打算说 我吃完早餐过后 我就下去下面 晕球 做一些运动 给自己留汗一下 那随之十分钟过后 我就觉得 开始看到星星啊 经过那一次以后 我就比较注意了 在做运动之前 我会提早提早进食 好我们来看一下timelapse 一开始我的身体并没有很明显的变化 可是到了后期接近尾声的时候 诶 开始有点杀鱼间了呗 那我们来看一下小胖哥的timelapse 诶 小胖哥不是玩我们啊 没什么变化诶 可是小胖哥确实瘦了4公斤 在这个月里面 到了中断时期 我开始调整肌肉的分量 因为一开始我不懂 以为不吃淀粉的话 就可以吃肉类来称饱它 可是我错了 这样子的吃法好像很不健康 有几次的小便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尿里面有泡沫 那之后呢 我就调整肌肉的分量 把它变少 然后多吃一点蔬菜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30天实验后的感想 我的身体是有变比较 lean 那我钱包也跟着便利了 还有自己做运动方面 我真的是觉得没差 可能他们所谓的kito diet 我们外国人所谓的kito diet 他们是摄取不同类型的食物 有健康的豆类啊 比如说牛油果 afocado之类的 可是我的经济能力 不允许我这么奢侈 我们通常多半吃的是 鸡胸肉 红楼脯还有broccoli 偶尔我们会买一些鱼来煮 那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30天里面 我们有没有偷吃淀粉 问得好 今天已经是第15天了 然后在这段期间 我们到底有没有偷吃 但是有 就只有一餐 因为我的室友呢 他做了面包 然后帮着 如果我们不吃的话 也会坏掉的话 在避不得已的情况下 我们哪个人就把面包分了 你这样子拍出来 就不算偷吃了 真的非常期待 然后这些也是我们煮的 啊 想要打喷嚏打不出 啊 OK 最后最后 如果你问我 我会不会保持这种饮食习惯 很遗憾的晚安是试诺 因为我觉得很耗试 从买菜自己煮菜 然后到清洗 花的时间很多 花的经济力很多 可是偶尔可能久久一次 我还会是自己煮了 因为我已经培养到了 那种煮菜的habit 那我不会很严格的 专吃蛋白质的蔬菜 我还是会摄取一些淀粉 Anyway 我很庆幸的 我踏出那第一步 start那个第一天 30天很快的 就这么的过去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尝试的话 就赶紧去尝试 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 好的 这期的影片呢 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解放的第一天早上 我来吃猪肠粉 好久没有吃淀粉 你这条肠粉 你这条肠粉 哈哈哈哈 好久没有吃 好久没有吃